今天我要來實驗膨脹的GoPro 8電池的冷凍復活法 雖然我可能沒有特別講過 但是我大部分的影片都是使用GoPro 8拍的 到目前我大概是用了兩年左右了 然後它的電池 就這樣默默的膨脹 我總共是買了三顆GoPro的原廠電池輪流進行使用 不過之前有一顆因為泡到海嘴裡壞掉了 所以我又再買了一顆新的 不過它也是跟它的夥伴們一樣一起變胖了 而且終於在我之前某一次拍的時候它是胖到卡在機身裡面拿不出來 所以我只要使用暴力把它取出 然後就對它就變這樣子了 還好GoPro沒有壞掉 那因為它爆了所以我又再買了一顆新的電池 這個就是目前還沒有膨脹的 大家可以跟這個鼓起來的稍微比較一下 放上面應該比較看得出來 左邊這個就是 它也敲起來 右邊這個就是它還是瘦的模樣 其實我是覺得我已經很小心在使用電池 因為我都不會把它們用到完全沒電才充電 然後我也不會放著很久沒用 但我也不覺得我的使用頻繁到它兩年就爆了 所以我就上網去查了一下有沒有解救的方法 然後我就找到這個放到冰箱的冷凍復活法 那我就會先拿一顆胖的來試試看 就抱著就算壞掉也沒關係的心態 那如果成功的話我就再拿這顆也去試試看 冷凍復活法它應該就只是一個 我不知道化學反應的回溯吧 我沒有那麼研究這個 但是反正我就試過看看 它的做法很簡單 就先拿一張報紙然後把你的 電池給包起來 這個好像是說要 就是要防止水氣進入你的 GoPro 這個應該是可以幫你 吸掉一些水氣之類的 包完這個之後再在你的外層 包上一層保鮮膜 大概就是 這樣 然後 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凍庫去了 那我應該會先把它冰個兩天 然後再拿出來看看 到底有沒有效 那今天就先這樣 好現在就是 冰了兩天後 那我現在 把它打出來看看 到底 把它冰到冰箱 有沒有用 好 我 光摸感覺是沒差 其實用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差 看一下 這兩顆原本都是通的 然後 一顆有冰一顆沒聽 看起來是 沒有用 那 我還是試一下 如果我把它 放到GoPro裡面 看一下那個 放進去的感覺 有沒有差 好 好我來放放看 還是頗緊的 我來跟另外一顆比較一下 這顆是 沒有冰的 好這顆 應該是再更緊一點 但 也沒消多少 所以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 偏 沒有用 或是說我這個已經真的是 太嚴重了 所以就不管多少 因為我看網上 蠻多人他們的警示有用 然後這個 就這樣 雖然說 這顆他真的還是比較緊 這個是 有變比較沒那麼緊 但是 也還是算不緊 應該就這樣子啦 那 我可能會再多用個一陣子 看他會 就是 他會多壞 再點會像這顆 今天就先這樣子了 時間很快就過了兩個月 我連桌面都換了 其實是我暫時搬家了 那這個的話 請期待下個影片 我會再說明我到底去哪裡 今天的話 就先來做個 GoPro電池放冰箱 復活數的總結 那我現在就直接來 釋放 看看 光看外觀的話 我覺得是 差不多啦 然後 放進去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是跟 兩個月之前 差不多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 不能算是一個 太成功的方法 也有可能是 它如果只是微膨脹的話 放冰箱就還有揪 但我這個已經 膨脹太多了 所以放冰箱 基本上已經 沒什麼效果了 其實我是覺得 GoPro8到目前 都還算是好用 所以應該是 不需要買新的GoPro 只是 電池的話 應該就可以再多買 幾顆 新的了 那 今天影片就 大概簡單到這邊啦 掰掰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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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擊 點擊 點擊 點擊